歡迎大家又來收看11月3日 星期三的澳洲情懷節目 講講講時間很快過 又到11月了 好像眨眼那樣 有一年聖誕老人的綠車的聲音好像正在來 我們的疫情都搞了兩年 好 雪梨的詩華 茂爾本的Julie 你們也回來了 我是Julie from Melbourne 志華的雪梨在這裡 各位好 好 各大的埠都開關了 大家快樂 你們下面是否高興 高興 非常好 你們才好 千多人都一樣開關 我覺得很好 真的膽大包天 還要死二十多人 最傷的就是二十五人 對 我們百多人 哎呀 這個腳好 腳好 真是好 真是一路是這樣的 我們就開心 可以越來越自由 現在不理會了 現在大部分人都打了針 八十幾 就算圍省都八十幾 八十了 現在就是因這個病而去世的人 都是以前染病 或者根本沒有打針 現在打了針 九十幾%都沒有打針 最後防禦都做了 永遠不開關就不行 都要開 國際學線都開了 厲害了 開關了 那我們就跟大家說 開始說我們的節目 提醒一下各位聽眾 我們星期三播出的節目 但是這個節目稍為早一點時間 我們就那個主持人的方面 和控制室方面的我們要佈訪 稍為早一點錄音的 就算是半樣直播了 好 首先講一下各個大洲份的快訊 先講講我們坤舌蘭 聽說我們布里斯本的地價就這樣起 但是逆流之中有些東西很消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去開荒牛 有一個小鎮叫做QP 大家一定都沒聽過 大家對我們澳洲坤舌蘭都比較少都認識 就算認識坤舌蘭也只認識黃金海岸 布里斯本 或者大寶椒那邊的海恩師 還有QP 我也看來不太熟 這個小鎮就在坤舌蘭的中西部 布里斯本二西都成千公里 屬於一個大陸的內地 內陸的城市 說起來又好笑 人口有多少呢 只有幾百人 一千人都不夠 一千人都不夠 很少人的 那麼少人的小鎮 澳洲也有的 去到那些地方遊覽 你一外人進去 就有人都知道你了 知道你是山寶人 整個鎮的所謂市中心 很多是一條街 街上最重要的是 澳洲人最重要的是 一條酒吧 油精谷 小型超市 銀行 醫生 一條街就走 那這個小鎮幾百人 那怎樣呢 出什麼農料呢 那他就說可以很便宜的價錢 賣地出來給人家 那大家聽住了 是一萬二千五元一塊地 一萬二千五 就有幾千尺地 幾千尺地 還有政府就怕你不貴 一萬二千五元 政府給你一萬二千五元 那你買 那就是免費送給你了 那 但是那個條件呢 就是你要來住 就要建一間屋 一間屋的價值呢 就要七十五萬以上 那都挺厲害的 那建一間屋也要幾十萬的 那要在這裡至少住幾個月 那你的身份一定要澳洲的公民 或者PR都可以 那但是好像很吸引 那不用錢 有塊地 那你有沒有什麼興趣來來呢 那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那個交通問題 那它就是一個小鎮 在一個偏遠地方的小鎮 那你在香港 那習慣了就是 搭的士去國際機場 就直接飛出去 飛出去國際的 那就不行了 那它最近的城市 都是一些比較偏遠一點的小城市小鎮 那 Roma Charlieville 平時都很少聽到這些鎮的名字 都是幾千人的所謂內陸城市 幾千人而已 那 那經常聽到他們是聽什麼 天氣報告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就宣佈了 過來昆士蘭就有幾個地方很熱 今天很熱 夏天很熱 它熱到怎樣呢 四十幾度五十度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這個地方住 四十幾五十度 那你住不住呢 龍旦麗就說 這個小鎮都有一些發展的餘地 因為人為人口困仔打困籠 那些人就不走 在這裡住就在這裡住 那就有各樣的服務 也有學校的 也有醫務所 勤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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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 也有些工作 大家可以想想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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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 我知道Julie很厉害 喜欢远离寻世 我不是 我是大人隐于市 你要在人多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去那些小贪 你放屁也有人知道 只有几十人或者几百人 基本上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都有人知道 更惨 你没有私隐 但在大城市有点好 大城市真的没有人认识你 所以如果要隐居 真的要在大城市 不过不用去到那么远 有时我现在看到 人们说移民来这里 移到去Cairns 我也觉得为什么会住在Cairns 你不是由早到晚都打算是那种旅游 大宝照 但我真的觉得已经很背 太远了 我觉得澳洲有太多地方去 不需要去到这些地方 因为 再加上我们是香港人 你想想我们香港人 我们的生活始终都喜欢多姿多彩一点 香港人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就算 Brisbane已经很旺 你想想阿德里 那些 谁嫌他会静 不是 Brisbane好 现在都很旺 现在你们那里都三百多万人 你想想想人口 所以需要什么要去到那么静 我觉得澳洲实际上太多地方去 不需要 静也不要紧 如果湖光山色 好像塔斯维尼亚那些 都比较舒服 说大佬你四十几五十度 好像炒律子 怎么办 全部黄沙 黄沙 黄沙 一片黄沙 这些地方 就是天气比较极端一点 热个人 冬个人 冬个人 是啊 那些很冷的 内陆 冬你上来很冷 我想这些都是相互 其实有些地方 譬如意大利 或者其他很多文明国家 都是想第一就是吸引人的注意 第二就是真的想发展到一些小镇 但好像我们这些香港人 一些城市的动物 根本就受不了 我想去两个人都想职业 不要在这里住 但是它是最大的吸引就是不用钱 你给Deposit一万二千五百 接着你在这里住半年之后 Deposit都给你 不过你就要在这里起 哇 加到七十几万 其实都非常不便宜 我觉得我来到这里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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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大城市 这里起都是几十万 那些小镇不一定便宜 因为运费很贵 那些食物都不便宜 因为各种独家村 对 你说得对 是 其实他的生活指数很高 是 不过这里就只是 那条街 由街道走到街道 没有十分钟 无论你有多少钱 都只有那几个橙 几个苹果 就算你多贵 你都不需要花 不过我又想说 就是 讲开 可能我有两个朋友的女儿 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一个就是 岳仓 就是市质公司 因为他在小镇 在距离雪梨 大约六个小镇 那里可以是 几年前 都差不多有十万元 一个月 就如果是 但是他只是新鲜 但是如果他在 地区的城市 就只有七万元 于是女儿 就觉得 赚多点钱 我做钱结婚 于是咬紧牙关 于是去了那里住 哇救命 最后他爸爸 要每个星期 晚上 开车 开六个小镇 去陪女儿 因为实在太狠 太偏僻 太静 即是那个女儿 她又怕她心理不舒服 即是不舒服 那女儿又为了钱 而且又签了约 又死了 她又不忍心 你知道我们这一代 很疼小孩 于是就维持了一年 大家都很辛苦 最后回来 所以她的经验就是 哎呀我们真的不行 另外一个朋友的女儿 又是这样 她就是always 都没有工作 于是接了一单工作 就是在距离雪梨 都是几个小时的车 但是就是小镇 来的 那她去那里教书 那她又以为自己可以 又租了一间屋 又买了一些新的车 因为她又不喜欢 第二个手 一个月之后 告诉妈妈 我再不走 我一定会疯 妈妈说你立刻走 不要紧 所有的都立刻买了 那个女儿说 我每晚 在夜晚一复合之后 等明天天亮 简直精神弱带到死 很惨 很惨 不惯 是静到什么都有原因 所以我都要告诉 香港的朋友 就是你由第一次见到 好像觉得 就是我自己觉得 好像很大 很舒服 很正 其实你真的要去体验一下 这些平常人 我想都不太行 我刚才说到 那个朋友的女儿 他绝对不是这些这么荒谬的 已经是一些大阵 有target 已经是叫做 有些小百货公司 到几万人 可能 是的 我那个朋友 那个女儿 就是做时光那个 直言说 我每晚的活动 就是去那间 全镇唯一的一间 中餐店 买一个take away 回家吃 哈哈 我体会到 那变了 真的 各个人不同 当然 你或者数着铁钱 你也很开心 但我自己也是觉得 我自己一定是不行的 但是 不过这个也是特别的脆弯 哈哈 我也说 我朋友的经验 我自己就没有去过 这么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朋友的女儿 就读到医科 就不作业了 那就要去做intern 之类之类 那他就不怕 他就去了 刚才你所说的 这个QB QB附近一个比较大的阵 是一个mining town 就是开矿的 也有相当的人口 叫做 mongaisa mongaisa 去到那里也是很静 人家有少 不过地位很高 因为根本不够医生 那你去那里做医生 那些居民对你很热情 那大家关系非常之好 那都做了一段时间 都做得很开心 就回到Britzman 结婚生孩子 那另外一个朋友 就去了坤士兰北部 有个地方 就很远很远 名字都不知道在哪里 那最近的餐 就叫做 engam engam 那大家如果在澳洲市场 买鸡肉 都会可能买到engam 出的鸡肉 engam就很出名 那些急凍鸡 有些free range 那他就可以做什么呢 有些工没有人做的 没有人做的工 那就是当地的学校 主要是那些土著 那校长就是印度人 那他就做先生 那他一个人教了很多东西 又要教乙文 又要教 体育也要教了 那就教黑人弟弟 但是那个汤又是非常之荒谋 没有线线的 线线只有 那就惨了 那就惨了 很惨了 那就惨了 没有冒犯的 没有冒犯的 想用线线 就要去学校的教员 西国人做线线 回家就没有 就没有冒犯的 那就真的 我想香港人去那些地方 就瘋了 没有线线上网 说笑 是不是 不是 几天 几晚都可以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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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直接没有 直接没有 手机服务 什么都没有 原来有 是 就是这样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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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就是有北市 有疏漏的地方 就要慢慢改善 出了错 就很好笑 坤士兰 就有个 有个 女人 叫 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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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在坤士兰 北部 有个城市 其实是麦凯 麦凯 也算是大城市 沿海 沿海 都要出去打破烧 他驾驾车 在路上 被警察截着 就说他偷车 我不是偷的 我买回来的 我三万元 同一家二手车的车商 买回来 警察就去 说一大量 说一大量的道理 你先回去 我现在让你走 不扣留你 两个星期之后 你再来警察网口供 两个星期之后 他就去 结果警察就说 都确定你是偷车的 就要立刻扣留了他的车 扣留了他的车 总共搞了四个月 才能拿回那辆车 警方就承认错误 就说 对不起 搞错了 搞错了 根据我的电脑记录 这是一辆塞车 不知为什么 那辆车就 布失了之后 保险公司就赔回给原车的车主 赔回给他 赔回钱 事情就完了 但是这辆车 仍然是一辆塞车 是一辆塞车 但是不知如何 之后 又有人将这辆塞车 又成功 再向运输处 再度注册 转换了车主 将这辆车 转转 两年之内 卖了两次 换了两次车主 最后一个 就是卖了给一间二手车的车行 这辆车 这辆小姐 Shoo 这辆车 搞得非常狼狈 这辆车 最后几乎都是搞不定的 直到向警方威胁 就说这件事 你们还不帮我搞定 我就要向这个媒体 唱衰你 最后一辆车 最后一辆车 很多时候 有这件事 情急发生 警方自己都说 是 电脑错了 电脑错了 期间 这几年间 都有二十几架车 有这样的情况 二十几架 几架 哎 他知道就不知关系 南澳也听到 新闻又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说 有没有集团做的 那你用法律的漏洞 你用法律的漏洞 有些人用车 原来没有列车的车 就不用沿车主去注册 这是21个漏洞 现在我们沿车主去逐牌 就要你带上身份证明 我这个车主用来逐牌 逐多12个月 原来有些车是过了期 没有人逐的 那就任何人都可以去逐牌 那变成了你偷了一架车之后 那等三几个月 等到车的车牌过了期 那你堂而皇之 我叫做Christopher 我就现在去逐这架车的车牌 每逐得到的 啊 这样也有 那就是一个好处 行政上的失误 是咯 是咯 大家的车要小心点 那不知道 施华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偷车 哦 偷车就没有 但是偷入屋偷东西就试过两次了 哦 偷车就没有 我听了你说的 你说千万不要把铁匙插在这里 没错 然后拍入停车场 所以我就很小心了 不过其实我们的车 拍在街边都没有人偷的 哈哈 那警察做事呢 有些做得不好 有些做得好 这个要赚一下 那我有个朋友 就有架很残的车 那三千元买回来 就铁了十几年 那看来的车也是值几百元的 那他又买全保 又有人偷 啊 被人偷了一架车 那你就 商量全保 保险公司就赔回几百元给他 那你的车值几百元 那就是了解 哎呀 原来被警察找到 找到之后 那辆车就 放在那个扣画中心 那我朋友就要去claim那辆车 以他出钱 就要拖回家 那又要用几百元 又要拖回家 那保险公司赔给他那些钱 他又要回水 那就是搞来搞去 搞到 都是自己的选择 都是投烟 那他就很喜欢这辆车的 老爷得来 那又要开得下 那用几百元 又要用几百元 又要回住一架 这么老爷的老爷车 那有这样的情况 那 那澳洲 就是车就是我们的脚 没有车 我们等于归了一样 那辆车就很重要 那这辆车就很重要 那这一节的节目完了 我们下一节节目回来 就刚刚雪梨和麦尼本 两方面有趣的消息 那一会儿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